配合明天我国独立66周年 拿督斯里安华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国庆献词 他提醒大家要了解国家独立的重要 那就是别忘了我国是个多元种族国家 这片土地是所有国人共同拥有的家园 他点出国人不应该以高楼大厦为傲 而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关照人民福祉的国家 因此承诺团结政府必定会保障所有人民权益 不会落下任何人 安华今天在部城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国庆献词 他先是回溯国家被英殖民统治的艰辛日子 并提醒众人我国之所以能独立 得归功于各族团结一心争取回来 因此必须珍视和了解国家独立的重要 首相说独立的真正意义 并不是这一片土地从外国势力挣脱开来 而是每个人都要在思想上贯彻独立的精神 以国家的利益为先 他说国家不能让那些只会为一小撮精英 敛财的人管理 而是要让那些肯为国付出的人领导 他坚信只要社会中存在这些思想和精神都独立的爱国人士 那我国必定能再次成为东南亚强国 我认为了生命都要创业 我认为了生命都要贯彪力挣脱开来 是所有的力量和要求 是要帮助亚强国家的事 和国家的利益 然后我相信 如果有这个能力的与大亚强国家 是国家的利益 让国家的利益 成为国家的利益 安华说我国是个多元种族国家 大家必须互相尊重包容的同时 也绝不能质疑国家宪法 包括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和土著特权课题 但尽管如此 安华承诺团结政府必定会保障所有人的权益 让大家在这片土地和平共存 我国今年的国庆主题是 昌明大马坚定团结满怀希望 而今天的庆典活动 共有6000多名来自各领域的人参与 包括公务员 非政府组织 学生和企业家等等 联邦宗教育 感谢观看